現在的養殖方法已經跟 我們可以用塑膠瓶來養 問的問題真的很少 因為他們不敢問問題 因為這是一個完全的 打破養殖法的一個技術 你在金正後面要加大元帥 主席 偉大的金正跟大元帥 養蝦能夠照顧他們的百姓 是好事啊 對不對 他們大家都知道 北韓的物資很缺乏 所以你判斷完 每個點都是正確的 然後也增加自己的閱歷 而且這個閱歷叫做 錢無僅僅有 我覺得機會很難得 為什麼不去 有一個高度緊張 甚至被學者認為 這是2018年最可能引發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瓶蝦 就在北韓 而在金正恩上任六年之後 這個世界對他更加了解了嗎 更加認識這位 北韓第三代領導人 今天我們試著從庶民的角度 一揮這個神秘的工作 一個台灣人 為什麼會跑到北韓去 去幫金正恩養龍蝦呢 這隻是公的 它旁邊 哎呦 馬跳跳耶 對啊 有沒有 這隻剛脫完殼 它的殼是軟的 脫殼就是它要長大的時候 然後也是它最危險的時候 每隻蝦脫殼的時候 其他蝦就到旁邊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放躲藏口 彈起龍蝦精 頭頭是道 成將就號稱澳洲淡水龍蝦 全台最大面積的養殖業者 這是我們的室內養殖場 佔定一千坪 為什麼會用黑色的網子呢 因為這個蝦在暴卵的時候 其實是怕狂的 24匙 每匙裡面可以放2000隻的暴卵蝦 每一隻蝦 每次大概200到300顆的蝦卵 養龍蝦養出心得 偶然看見一則新聞 引起他的注意 民主媒體報告 金正恩甚至手拿龍蝦 親自指導 國外媒體報導 曾經留學瑞士的金正恩愛吃美食 兩年前他把蝦苗送到養殖場 但到現在龍蝦還是養不好 讓他大罵管理人員 無能思考方式僵化 不負責任 有一天不經意的 Facebook上面就出來一道新聞 我們金大主席養龍蝦養不活 他機會也不多 然後我就決定說 好 那我要告訴他 我願意自費到北韓 把這個養殖技術給他們 剛剛媽媽就聽到我有點嚇到 然後我就說 爸爸去那麼恐怖的地方 你會不會怕 他就說有什麼我怕的 然後我就媽媽就有點緊張 然後媽媽就一直問爸爸說 這樣安全嗎 他去了他要怎麼對你 我們是完全沒有抵抗的能力 對啊 我想像如果去了 我聯絡不到他 我是完全無能為力的 我跟他說 那你有什麼聯繫的方式 可以給我 沒有 住哪裡 不知道 我可以跟誰聯繫 沒有 都沒有 不了解陳家夫的人 或許第一反應 他是瘋了還是傻了 他的老朋友500&China Brew的團長 小竹老師 直到勸也沒用 可是不免擔心 我是覺得這是博命 因為我跟家夫說 我們就朋友勸他 我說老婆小孩都在 對不對 你去 如果養不好 這一定掛了 應該就是很慘 那如果養得好 可能也回不來 那怎麼辦 考慮一下 家夫是一個很多事情很直覺 想到可以做他就去做的人 很快 對 攔不住 不是什麼雄心抱著膽 但是就是比較不合常理 通常就是 去北韓幹嘛 可是第一個我覺得 我這個人很喜歡 一些新的經驗 第二個我覺得我做得好的話 我也會有些媒體效應 第三個能夠養蝦 能夠照顧他們的百姓 是好事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北韓的物資很缺乏 所以你判斷完 每個點都是正確的 然後也增加自己的閱歷 而且這個閱歷叫做 錢無僅僅有 我覺得機會很難得 為什麼不去 下定決心後 陳家夫立刻提筆寫信給偉大的金正恩主席 只不過信要寄到哪裡去 網路上面寫的他的地址 然後就寫金正恩大元帥 就是請香港的朋友把我的信件翻譯成韓文送到香港的北韓領事館 去了當場被轟出去 因為他做錯一件事情 他用南韓的文法去翻譯 所以那個領事館的人出去 我們不跟任何有南韓往來的人做任何的往來 OK 好 然後我想說那怎麼辦呢 金大主主席留學 瑞士的總懂英文吧 他不懂難道國家沒有人懂英文嗎 寫信 於是我就把我的信翻譯成英文 承辦人員一看 你要寫給金正恩 我說是的 他說你寫給金正恩 哪有人在寫給金正恩 我說你不要管 因為我們都很熟 你不要管你幫我走 他就經理座後面 經理聽到金正恩大多數人都在聽 經理啊 我們敢有辦法驚飛去北韓 就沒人看過這事 哪有人走過呢 不然跟他驚飛去看 好啊 就寫啊 看好戲 對啊 就看好戲嘛 看事情怎麼樣嘛 寫出去以後 一個多月無消無息 不過陳家夫沒有那麼容易放棄 我就打算一個月寄於風 剛好正有這個念頭的時候 我們剛好在菲律賓跟陳森一個歌手 台灣的民歌星 陳森在武漢判船 手機訊息 看韓文我就知道 銀行存責 然後你的身家調查 你的工廠資料 還要寫一份自傳 我心裡面想說 這個怎麼寫啊 我的身家也沒 我總不能告訴他小時候混方派吧 那時候這邊又賠錢賠的鑰匙 銀行存責也很難看啊 自傳也不行 存責也不行 唯一剩下就是工廠執照 我就說好吧 我就把我現場拍一拍照片 把我的工廠登記 然後就寫了一封信 我說我是基於人道的精神 才去北韓願意教你們 而且我是自費 假如你們歡迎我去 我就去 假如你們不歡迎我去 那就此作罷 2015年底 他收到朝鮮台灣交流促進協會 正式邀請函 金正恩輕點進入北韓 教養龍蝦 陳家富開心歸開心 可是單槍匹馬太冒險 找了一起研發龍蝦養殖 實際數的香港海洋公園水母館 前館長田曉一塊去 剛好我要去的前一刻 這個中國虛榆縣 也就是每年辦國際龍蝦節的 那個縣委書記來參觀我的場 我們就聊到這一段 他就說 那我們中國派一個官員陪你一塊去 你比較有保障 我心裡面想完全對 我說好啊 你就是他們就派了一個孫博士 就跟我一塊去 拍板定案 陳家富 田曉 孫博士 三個人一起前往陌生的北韓 臨行前好友陳生 特地寫了一首歌送給他當劍兵 陳姐富 田曉 孫博士 難道你不知道金日成的日本術 被綁架二十幾年嗎 你怎麼知道沒辦法 難道你不知道他的那個舅舅被炮刑嗎 我說 知道 男人不回憶是心奇 就懷抱著英雄說一句 飛去不可 一輩子跟誰都喝過去 各種類似的我們幾乎都喝過去 就是沒有跟北韓的客戶喝過去 我非要去喝喝 陳生講話很淡定 他說 我們現在來錄影了 其實我覺得那個氛圍 大家都有一點點的隱憂 多多少少都會 你在那個時候 你還沒有辦法 像現在坎坎而談說 絕對可以安全的回來 沒有 還是會有點隱憂 所以那個氛圍小孩子 是感覺得到的 我本來就是 滿興奮的去錄影室 然後我在那邊看看看看 然後直到爸爸媽媽 坐下來談話的時候 聽到陳生主說 可能你去養成功 你就回不來了 你去養不成功你就閉了 我就嚇到 就覺得 爸爸會真的回不來嗎 會不會失去爸爸 還有人幫助 也不必在乎 只要你喜歡就去做吧 我女兒哭的那一刻 我也突然就掉眼淚了 因為那個壓抑是平常就在心裡面的 那突然那一刻 我就 我也哭 紅了雙眼 你要去突破你自己的人生的 一個大勢 可是你還是會有一些風險 加入台灣喜事務的會員 每週獨享頻道特別細話 和我一塊翻閱 記者秘密檔案 這個瞎夫是真的瘋了嗎 放著台灣好好的生意不做 何必自投羅網 他難道沒有聽過有句話是說 半君如半虎嗎 但陳家夫這個人偏偏就是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形 而正所謂是富貴賢中求 於是陳家夫呢 他就展開了這一趟奇妙的旅程 請你到北京朝鮮領事館 打一個電話就好了 於是我就那天下著雪 我們一行三個人 我還有香港的田小 還有中國大陸 剛好我們這三個剛好是 兩岸三地全有了 而且都是專家去 我就在門口打個電話 後來就出來一個撲克臉 全身的那種軍服走來 你是陳家夫先生嗎 我是護照 15分鐘 啪啪啪又 因為那天是禮拜六 所以他大使館門沒有開 啪啪啪又走出來 簽證拿去 我說謝謝 下著雪的北京很冷 北韓會更冷 又是個陌生充滿未知數的國度 陳家夫戰戰兢兢 太太送我送到北京 他就是就差沒有寫一封 與夫決別書 所以五天四夜回來之後 我們在北京相相見 2015年11月9號 他在北京機場搭上中國航空 前往平壤展開北韓冒險之路 我過去坐飛機他們都是旅遊 洽工不外乎這兩種 去北韓都很貴氣 俄羅斯人都穿貂皮 對 因為他們那裡本來就很冷 我去的時候是冬天 所以你看到都是貂皮帽 貂貂蹄衣衣 不然就是很好材質的那種 尼龍大衣 然後北韓人穿得更是豪華 在北韓可以出國的人 絕非等閒之輩 看看整個飛機最寒酸 就我們這三個華人 是我一輩子看到 飛機裡面穿貂皮大衣最多的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經常出國出差或是旅遊 陳家福搭飛機家常便飯 但是這一趟心情大不同 北京去那個平壤很快 大概40分鐘吧就到了 那飛機上想些什麼 想在想些什麼 會有一點點的莫名的擔心 但是我覺得應該不會發生 所以我才會這麼禮貌 我的態度我都想好了 很禮貌 很客氣 然後自費 然後給他們一些新的嘗試 我想這個還不至於導致我被抓去關 還不至於 假如真的這樣子的話 也是老天的安排 就當作另外一個體驗 看這麼開喔 我這個人看滿開的 飛機上有沒有喝個幾杯 來安靜一下子 不要 我一下飛飛機就指責他們 那個特務罵說 你這個混蛋 那就還沒 事情還沒成就這樣 千萬不要在酒上喝 對對對 反而要保持很清醒 40分鐘航程 腦中千頭萬緒 飛機落地停機坪 所見所聞 和陳家夫熟悉的台灣 很不一樣 這裡是我居住的地方 恆春機場 其實平壤的機場 跟這裡大小 事實上是差不多的 建築物也差不多 但是咧 最大的差別 你看看 恆春機場 它是老照片說故事 可是要是到了平壤咧 很肅殺 對 它就是完全在宣導 就是政治的 就是領導人的偉大 然後集領導人的偉大 平壤的差別 就全部的書籍 說不定的標語 都是在歌頌領袖的很大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 國家差異 機場裡面就一架 有他們掛著北朝鮮的飛機 然後下去通關 都是很簡單的 當然X光還是有 但是我進去他也沒有檢查 就讓我過 機場大廳也是有 但是就是沒有金錢 他們北韓畢是不准 就入到外面去的 書店 然後裡面就賣一些書 一些畫 然後全部都是在歌頌的錄影袋 然後書也都是除了介紹北韓 就是在歌頌 反正就是歌頌 但是這也是個奇景 因為通常你看不到 一下飛機 立刻開了影界 來接機的 是一名金特務 抄著一口朝鮮槍的流利 國語 一下去當地的官員可以馬上就認出我們 就走過來 你是陳家富先生 不是 好跟我走 走就快速通關 所有的官員也知道有這麼一號人物來 巴巴巴巴就照張形式張很快 完全沒有審核 北朝鮮派了很多人去 中國 對 對 會是直接用國語溝通 全部用國語溝通 所以我從頭到也是沒有阻礙 基本上的國際禮貌他們一定有 陳先生你好 其實他的眼神 眼神也是告訴你說 你不要亂來 我是個特務 假如你亂來的話 我隨時可以拘捕 特務跟你在講話的時候 其他的人也是這樣 就是說 老大說得對 撲克林 對 撲克林 就是 客氣 但是 速殺之氣也是隱含在那裡面 陳家福一行人被特務帶上車後 對方先約法三章 一路上就問了很多的話 真的要教我們養龍蝦嗎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目的啊 那我們也會問說 那我們這邊有沒有什麼禁忌啊 他說 不要亂拍啊 因為他讓我帶手機進去 算是一種領域啦 他們最忌諱就是 他們隨時你可以看到軍隊在移房 他說這個你絕對不能拍 你不能夠拍軍人 幾乎他只講你不能夠拍軍人 不可以拍跟軍方有關係 譬如說車子 軍營 軍人 武器 都不能拍 你講到金正恩 他會自己說主席 或者是大元帥 他會自己幫你講 就告訴你說你要講大元帥 請你在金正後面加大元帥 主席 偉大的金正恩大元帥 後來我已經不用他們暗暗示 我自己就會講偉大的金正恩主席 偉大的金正恩大元帥 金正恩之後 畢家大元帥成了反射動作 必須尊重偉大的最高領導人 話得好好說 同時有一個國家的名稱 千萬不允許 就是不要提到 任何跟美國有關的事情 對啊 但是我在 我在那個信裡面 我有問他說 請問我的币值要帶什麼去 他們說要帶美金去 這個人還是有點現實上的問題 所以其實在美方這個東西 對 因為美方透過聯合國 給他們做經濟制裁 所以他們非常的痛恨美國 但是他們的態度是這樣 因為後來跟他們很熟了 他們說 你在我們的國家前面軍演 難道我一定要跪在地上 叫你爸爸嗎 而且他們全國都是這樣做的 對啊 同仇 你看 仇恶是一種民族態度 對啦 現實歸現實 確實在那邊看到很多 美國企業 包括火熱什麼的廣告 你也看得到英文 可是我覺得他們 有一點讓我感覺 是即將要開放 我已經嗅到那個要開放的感覺 他們也讓美國人去觀光 他們現在也開始開放觀光 他們也很想企圖打破這個僵局 頭一次到北韓什麼都新奇 油車河途中 看見馬路兩旁大樹高聳 高樓大廈林立 第一站 陳家夫三個人被帶往哪裡呢 現在去哪裡呢 他說先去敬見我們偉大的 金日成 先去獻花 我說好去 那就去的時候已經是黃昏了嘛 就幫我準備了一束玫瑰花 那只有一束就我捧著嘛 他們就在那裡看著 我們三個人就規規矩矩的 然後孫博士就用很小的那個講說 去到那裡要幹嘛 我說獻花碗鞠躬啊 然後田小舅說舉一舉個 我說三個 然後就一舉公 二舉公 三舉公 然後向後轉 然後走回來走 看到我們就 就是一副理所當然應該的 這是我們的本分 你要鎮住那個氣場 當然就是 對…很好… 本來就應該這樣子 太好了… 謝謝你們 好了 好 謝謝 一路上遊車盒 宛如劉姥姥進大觀園 什麼都新奇 但車離開熱鬧市區 一路往郊外 原來北韓安排他們住宿的飯店 就在軍營裡頭 飯店裝潢以白色為主 空間寬敞 整潔明亮 頭頂到處是水晶燈 顯示氣派豪華 但整間飯店空蕩蕩 除了服務人員 沒有其他客人 晚上就進那個飯店 進飯店我嚇一跳 哇 太華麗了 整棟呢 就只招待我們三個人 然後裡面的服務人員 全部至少都會三國語言 長得都是腿高 都很漂亮 但是沒有人敢跟你 做任何的交談 招待貴賓不能馬虎 房間內大浴缸雙人床鋪 電視設備已應俱全 晚上還設宴款待 一直介紹我吃他們北韓的冷麵 那麼冷麵就是冬天還要吃冷麵 然後還要一口酒一口麵 蒸鹿酒 就這樣子 一口酒一口麵 一口酒一口麵 然後他們那裡物質比較缺 所以上面的料不多 幾乎全部都是蕎麥麵 涼的冷的 對…全部是冷的 早上煙 不能開口 酒過三巡和麦樂唱起卡 Rob K 北韓人對鄧麗鈞的名曲也不陌生 你無點 我這個人天生就愛開玩笑 開玩笑 那時候那個孫博士 我跟他也不熟啊 我心裡想說 跟我來是要看看我的養殖法吧 間諜 結果 酒喝多了 我就跟特務在聊天嗎 我就說 你知道這個孫博士是誰嗎 我說誰啊 孫博士啊 我說我告訴你 他是中國派來的間諜 這個話一出喔 全場本來大家個人聊個人的 突然就這樣 其實大家在講話都在看 我跟特務在聊 因為我們兩個是主主角 我看到那個我也傻了 我心裡想說 糗糕 家夫你出問題了 再來是那個孫博士全身發抖 他拿著腳抖 因為他是文革出來的 他知道這個件事情有多嚴重 因為我們在去北韓的前兩天 剛槍斃的兩個監諜報上去 而且是中國監諜 你不要亂說話 你不要亂說話 你騙人 大概吓出一聲的冷汗之外 整個臉是蒼白的 間諜兩字 觸動被韓特務最敏感的神經 歡樂熱鬧氣氛 頓時凝結 那個特務的表情 全部不要剩 就是剩下他 手插著腰 冷笑 對 哎呀 大家都在找業績 找工作 這下功勞大了 抓到個間諜 開玩笑連身三級 幸好我那個 香港的那個田經理 很小 反應非常快 馬上站起來 沒有… 我告訴你 我老闆喝醉酒就是喜歡開玩笑 不要跌倒的 接下來的動作是 把我直接纏起來 往房間走 直接架走 架走 我也就趕快跟著走 我也不想在這個場合 繼續混混下去 就走 到房間 是把我往沙發上推 我是他老闆 我告訴你 你會害死人的 你會害死人 這會出人命的 隔天 張家傅很早就醒來 儘管飯店周邊 環山面海 美景當前 他卻一點賞景心情都沒有 掛心著 說錯話 踩了紅線 會不會 回不了台灣了 我看到他說 欸 特務長 沒事沒事 這件事情 久後講話我不介意 他先卸了我的心吧 因為技術還沒交給他 要是交完他 後果可能不一樣 真是鬆一口氣 陳家傅和孫博市集金特務 坐下來 大家拍張照 前前盡盡視 接著趕快前往養殖場 展開這趟行程 最重要的認分 就進去一個軍營了 外面就是軍人持槍這樣子 那我也習慣 因為我住的賓館也在軍營裡 進去我就看到在那個山頭上面 有好幾座那種圓形的建物 每一個建物大概是2000坪 有大概十幾座有 那我就很震驚 因為我從事養殖業這麼久 我幾乎沒有看過 這麼多的室內養殖場 然後一去 就是他們的幹部就列隊歡迎 外面本來很冷 一進去完之後 馬上進入到常溫28度 常溫28度 然後我旁邊那個孫經理就跟我說 加古這不是電力 這可能是核能 核能發電始終是敏感議題 北韓冬天天寒地凍的 大同江養殖場那麼廣闊 溫度濕度控制得宜 還有不斷電系統 看得出北韓為了發展養殖業 多麼積極 可惜金正恩大元帥最在意的龍蝦 卻總是養不活 就是水蛙 烏龜 大概就是這兩樣東西 然後有一點很清楚的看到是說 從環境到裡面他們都打掃過了 那個打掃的痕跡都還在 就好像我們小時候督察要來了 所有的學生就要全部去打掃 你很明顯的 然後他也把我們的會議室擺在外面 擺在外面我就覺得說 我說我們為什麼不到會議室去談 他說會議室還在裝潢 任何不讓你去的地方他都說在照顧 面對貴賓依然謹慎小心 北韓保密防碟 省怕洩漏任何情資 陳家富和田小坐在被安排好的位置 拿出資料解說 在室內怎麼樣可以做垂直的養殖法 控制水溫 控制微生物 控制礦物質 我就把這一套技術放映給他們看 我告訴他 在室內你要增加養殖面積 跟數量你必須要這麼做 那你也知道北韓最出名的風格就是拿著筆操 你不管誰在講話旁邊就是有人拿著筆操 就看大家都拿著筆在那邊操 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像個手掌 就也很驕傲 因為只有我坐在那裡 下一頁 我們現在的養殖方法已經跟我們可以用塑膠瓶來養 問的問題真的很少 因為他們不敢問問題 因為這是一個完全打破養殖法的一個技術 他只問一個問題 那水質怎麼控制 當水質不好染病了怎麼控制 因為我是完全每一隻是獨立的 我說那就把它水倒掉就好了 他們一聽也覺得很有意思 而不是去控制整池的水 養殖龍蝦技術對北韓來說夢寐以求 農業部長親自來接待陳家夫一行人 假如我給你這一個場的話 請問你可以給我繁育多少蝦苗 我就稍微算了一下 我說至少一億隻吧 可能會到兩億隻 那部長一聽眼睛一亮 我不講不是只有眼睛這樣連鼻孔都長大 就抓著我的手說謝謝你 謝謝你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合作 我說我們現在就再合作了 他說謝謝你 我不騙你 那部長抓著我的手足足有半小時 就不肯放 他談什麼就是握著 談什麼就是握著 因為我覺得這個可能是 或許對他個人是一個很好的 很棒的一個業績 一個表現 北韓表面上面是開放觀光 但是觀光客呢 永遠只能夠看到樣板經典 陳家夫他身為金正恩的貴賓 他提出了一個要求 他說他想要去孤兒院看看 你覺得他最後去了嗎 陳家夫原本沒打算待這麼久 但是北京或瀋陽 飛平壤的班機 都是週六出發 下週三回程 最快就是五天四夜 既然走不了 那就把握難得機會 當個觀光客 好 現在這上面寫 兩個語題 兩個字 是個流行大字 這個字就是高4.2米 超過三天 第三天就是主體思想塔 我們是三民主義 他們是主體思想 主體思想就是以人民為主的 一個團體思想 所以叫主體思想塔 他們有主體思想塔 很高的樓 裡面可以去參觀 可以買一些藝術的雕塑 銅雕 國畫 主持人韓文說得激昂 但仔細聽發現了嗎 表演音樂是美國迪士尼 小美人魚的主題曲 一向愁美的朝鮮 竟然使用美國的商業歌曲 下午就是去海洋館 去看一些海洋生物 去看他們一些表演 技術真的是很好 他們就抓著一個這樣子 那個什麼 上面懸下來的布 可以這樣把你調到半空中 還要做特技 我覺得那真的是 技術真的是太厲害了 我真的覺得他們 那個空中飛人 他是要這樣子盪鞦韆 然後抓 太精準了 真的翻三個跟著 那個太精準了 太厲害了 我跟你講他們一百一頁 你就回去看那個 那個中國50年前的樣板時代 就是那樣子 對不對 他們還活在那個時代 所以他們的表達就是 他們覺得這樣的表達 就最得了 我坐的位置都是 金日成坐的位置 那上面都還有寫 金日成位置專用 就是他們招待貴賓 最好的一個禮遇 所以你往那邊一坐 第一個我走到哪裡 旁邊都是特務 你往那裡一坐 所有的觀眾就全部 在看你 我就差沒有這樣子 因為假如你這樣子 可能就被招一槍斃了 就算是國家級貴賓 什麼能做 什麼不能做 還是要有分寸 接下來幾天 都是 北韓安排好的 旅遊景點 我來介紹一下 那個是更低的 離 旁邊是那個 低的 那家 在中間的房間的 房車 這都是 這部的 這裡是前 最高領導人 金日成的故居 北韓人民的大元帥 就是在這裡 出身長大 就連他喝過的水 對北韓人來說 都很神聖 革命的聖水 革命的聖水 對 而讓北韓人引以為傲的 還有地下鐵 當然不足夠 不好不好 長長長手扶梯看不到鏡頭 直通地底 北韓地鐵極為乾淨 但處處充滿愛國情操 內捷車廂上掛著金日成 金正日影像 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我不相信50年前可以 地下100公尺沒有做空間 而且是電扶梯 然後當然他們的車廂比較老舊 我覺得人民就是所謂的安分守己 你把假如稍有年紀的人像我這樣 就是你回到四五十年前的台灣 大家安分守守己 做好政府給他的責任 北韓特務帶陳家夫參觀的 不是紀念遺跡 就是宣揚國威的特定觀光景點 陳家夫大膽提出要求 我說很抱歉 我可以去參觀你們的孤兒院嗎 我想說幫台灣做點國民外交嘛對不對 朝鮮沒有孤兒 我說喔 朝鮮沒有孤兒 那我就接著問我說 那請問你們的失業率怎麼樣 朝鮮沒有失業率 我說那有遊民嗎 朝鮮每個人都配有法治 看醫生都不要錢 從小到大的教育 消費全部是國家出 這就是我們共產主主義 我說喔 當然啦 應該講是是是是 我說那可不可以去參觀你們的百貨公司 他說百貨公司很多 但是都還在中華 哪都不讓去 最後被帶往超市買場 消費全部用美金 對啊 就是你可以去買 用美金是可以的 你可以買觀光幣 那個在機場也在賣 只能觀光用 那是人品真正在使用的 完全解決的 是是是 那我很想買他們那種服裝 包括徽章 徽章沒有在賣 因為所有的徽章都是主席送的 你有什麼公機才送給你 所以你看他們每次都帶一大堆的徽章 這個就是他的努力 徽章越少的人越沒地位了 也不能買他們的服裝 我想不能買他們的服裝 很簡單就是怕被滲透嘛 嚴謹的北韓特務 時時刻刻戒備著 回顧這幾天下來 特務們總是竖起耳朵 睜大眼睛 檢視著他們三個人 我後來連續住幾天 我才發現他的門從來不關了 那他在做什麼 他就每天在看我有沒有出門 就正對你的房間 他的房間就是我房間正對我 門開著就是他房間 他門沒關過 從來不關的 從來不關 他就是在監視你 他的工作就是監視你 查你到底是來幹嘛的 他們跟著是擺明的跟著 他不用暗暗的歌 他就是在你旁邊 只是他們 你講話他們都很仔細在聽 就是你的言外之意是什麼 是不是在這個標準裡 每天神經緊繃 神怕說錯話做錯事 直到第五天 從平壤飛北京的班機 下午4點20分就要起飛 可是陳家夫沒有因此放鬆先起 直到飛機起飛 大概飛了半小時 確定已經離開朝鮮之後 我整個心態 阿彌陀佛阿娘 確實是滿緊張的啦 直到這一刻 他的心裡才真的 終結這五天四夜的 被寒冒險機 爸爸真是很成功 而且也很平安的回來 我就心中石頭就掉下去了 我覺得他給很多身邊的朋友 可以有做夢的勇氣 因為其實夢想是無邊無際的 那其實能不能到達就看你敢不敢做 那他這個引動力很強 回台後好幾次接到北韓邀約投資 叫我去投資他們的礦什麼的 那還有再邀請你回去他們的養蝦場或什麼 有啊 後來他們邀請我去我不去 曾經寫信給金正恩的只有兩個人 一個是俄國的普丁總理 一個是美國前總統歐巴馬 所以假如照這個理論下去推演的話 那陳家夫再下小弟我是第三人 養龍蝦 養除心得 勇闖北韓教養殖技術 陳家夫為自己的人生在天傳奇話題 歡迎回到台灣啟示錄 我說沒想 陳家夫說呢 在這個世界上面 只有三個人寫信給金正恩 他是第三個 而他的展示呢 是其來有自的 那時候的歌曲秀非常的盛行 所以好的歌星每個地方都在搶 都在搶的時候 洪洪洪是藝人 都會應付應付 好啊好啊好啊 可是 你講好啊好啊 你講完忘了別人當真的 所以他就有一次應該到高雄表演 而沒有去 讓地方人是非常的不高興 對啊 所以就警告了他一下 然後他就是需要被保護 然後我就是保護他的惡人 當時陳家夫年輕氣盛加入黑幫 成了藝人保鏢 會走上江湖 是因為從小有自閉症 被霸凌 結果反而都用拳頭解決事情 小的時候因為不善於溝通 然後又不服輸 所以我就從班級小霸王 變成校園小霸王 國中就讀了八年 換了七個學校 因為好鬥成有 加上一些小聰明 然後就 會跟黑社會有接觸 除了高雄藍寶石大歌廳 七零八零年代歌廳秀全盛時期 台北好幾家大秀場 陳家夫表現好被大老闆重用 那時候我的老闆 塞成為先生把東往西餐廳 台北那時候是台灣最大的業種 會買下來 自然而然我就成為那裡的節目部經理 就讓我正式踏入到這個行業 那時候我們公司叫中華製作 中華製作它同時擁有你我他雜誌 綜藝節目黃金排檔 還有舞台秀 然後它是台灣第一個外資單位的媒體 我又擔任節目部經理一次 所以很多的藝人都願意跟我們簽 歡迎收看黃金排檔 黃金五虎就離閩南張飛 那就一定是了嘛 那余天是我們東往的古東啊 余天李雅皮也去試啊 那你就想這幾個人拉來的藝人 有多少個 那是台面上的大人 江蕙也是啊 江蕙剛出道的時候也是啊 早年演藝圈蓬勃發展 陳家夫有權有勢 每天過著燈紅酒衣的生活 工作就是負責下秀之後 他們去吃宵夜 吃宵夜大家下的檔都放輕鬆了嘛 一定酒喝酒 所以我就是每天在吃飯喝酒的一個 陳家夫幾年後學會潛水 愛上海裡的美麗寧靜 飛起行廊到東南亞旅遊 一住就是三年多 錢花得差不多回台灣後 愛上美麗的墾丁 做了墾村半島第一個 露天酒吧叫做金灘 然後生意相當的好 就買了墾丁的第一艘帆船 跟李基睿先生買了一支吧 就把小時候的夢想在這裡都實現了 然後過了三年膩了 重回職場成家不擅長 休閒產業行銷 幾年之後又懷念起墾丁的美 金華城 月美 然後永鋒站 都擔任創意顧問或創意總監移職 然後又膩了非常想念墾丁 鐵哥撞出了榮翔正小心翼翼的 調整如火的大小 這裡不是墾丁難彎嗎 原來榮翔在墾丁賣起了包子 然後我就找到了一個 很會做包子的叫做小杜 我去試吃他的包子我覺得還不錯 我就說來 你把你的包子都賣給我 結果剛好又接到榮翔的喜貼 上面就寫天作之和 我說糟糕 這也是老天給的 找一個這麼胖的人來賣包子 這個是天作之和 那時候在墾丁有史以來 是第一次找藝人來這裡經營 所以也造成了一個旋風 然後剛好有個機會 我就跟我永鋒站的何董事長講說 墾丁有一塊很漂亮的地要賣 回去考慮完就說好給他買 他買我就跟他講說 那這個案子我們要怎麼做怎麼做怎麼做 他說那就由你來主持吧 這一段的過去還曾經被拍成 我在墾丁天氣氣 那個豆島就是煙火這個人 我們只是要在墾丁國家公園裡面 再開一個飯店 他自己也尬上一腳 戴墨鏡 花襯衫 入鏡 飾演 大地主 細如人生 後來陳家夫在恆春開了一間民宿 主打平價和人情味 希望大家體會日情的意義 原來我只要稍微用點心找一下 我花這麼少的錢 就可以得到這麼好的價值 有多少錢做多少事 他無形中就是在做財務上的一個規劃 在墾丁二三十年 開民宿賣包子 也開過建設公司蓋房子 進入龍蝦養殖又是一場冒險 當初會買這塊地完全都是老天的安排 我本來在做房地產 結果當初這塊地要法拍 我一來看我發現四面環山 這個是太漂亮的一個地方 不自我設限 做好評估 就大膽放手去做 這也就是為什麼 陳家夫會毛遂自見 到北韓交流龍蝦 這好吃耶 你們有吃金主席的龍蝦鱗魚麵嗎 自家養殖的新鮮龍蝦 烹調後成為陳家夫餐廳裡的招牌料理 客人在游泳池盼 賞美景 吃美食 真是一大享受 通常你要到五星級飯店 先花七千八 八千住一個房間 在游泳池邊吃一碗四五百塊的 牛肉麵或義大利麵 我覺得人生而平等 那沒有錢的人怎麼辦呢 所以我就打造了一個池邊的餐廳 其實目的也是希望 大家來這邊開心一點 不要花太多的錢 他也是我的股東 我們這裡就是 大家一起要退休的一個地方 一直在問自己說 為什麼老天 每次到了一個關卡都會幫我 我後來找到一個原因 我覺得我的起心動念都很好 就是我沒有那麼多的私欲 我都是希望讓人家去快樂 希望你不要花太多錢 得到你應該要的 我希望你成長 回首過去 一筆筆的特殊經歷 勇敢追夢 成就了陳家夫的精彩人生 我從小的個性叫傑傲不尋 所以我就天生很愛抱歉 其實我很希望 當你們有一些想法或夢想的時候 你們可以勇敢地跨出這個 失敗的經歷會很大 你必須在你這次的失敗裡面 去尋找成功的養分 所以因為這樣子 你就會懂什麼叫失敗為成功之路 感謝您收看今天台灣起事錄 我說沒想 我們想跟他 有些人的聽話 就像不一樣 有錢 你也會想做完 很久 我們去尋找 就在這次提到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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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